你台南跟高雄已經敗到這個地步了喔 可是所有吃國民黨的奶水的主要集團 都還是那幾個集團啊 他們屹立不搖啊 他們還是地方的最重要的金主啊 而且那幾個需要還是他們控制的啊 我就不是曾經舉例嗎 高雄有某一所大專院校 校長不是他們自己人 但是呢夫妻兩個第二代的坐在校長旁邊 張蓋校長的倒楣官校長 決策他們做決策 錢他們拿 你有什麼皮條 對 太太過後副校長 你有什麼皮條 校長逃腳趴去 校長想說他去做半年看看嘛 至少好歹做過校長嘛 結果每個逃得跟什麼一樣 那類似這樣的學校只有一所嗎 不會吧 少說可以找出五十所來 那貴校是哪一種的 我們學校就是屬於青年辦學 最容許我在這裡講話 正派的辦學 我想如果你有歪勾 你大概也不敢這麼囂張 講這麼多對不對 沒有錯 那我跟你講這裡面研究到什麼 我母親到現在經常接受她的牌友的恐嚇 你們兒子我不會說話 你兒子晚上是放下去 擱佈地 擱佈地 那個白色管部都還在 OK啊 我媽經常向我說你不要說那麼多 那晚上你走在什麼路 沒人知道啦 我說我都坐王世堅的車 應該還算安靜 那你下車怎麼辦 沒有剛好這兩個同時都是目標 一次兩個 你下車怎麼辦 他說這樣我很壞做人 日報就說那很多我的朋友 OK 你看那種威力是你很難以想像的 那我們小時候就是一直被講 我像司機大哥已經被警告過 小時候有行李沒出 有什麼不會放屁 然後晚上你們家一段 把你弄盆拿去 你知道嗎 到今天 宋楚瑜那個基曜秘書 衛姓的那個人 對 他就1983年直接大業的時候 那個政道法律師就被抓走了 兩個 他爺爺還是上將 兩個禮拜也找不到人 他被放的時候 直接是用那個 那叫藍牙棒架出去的 然後打刺了 只有一條內褲架出去 他這麼壯要架很不容易 對 假設他以為他要被槍斃了 然後最後把他丟出去說 你出去半句話都不准講 不然你很快又不見了 他只寫兩篇文章 解散萬年國會 清理黨產 就是兩篇文章 那個時候也夠嗆了 對 就兩篇文章 他就忽然不見了 而且連政大也不知道 校長也不知道他到哪裡 沒有人承認說他到哪裡去了 他至今到現在 民進黨這個時候他才講出來 你想想看 那樣的社會 到今天為止 這些當事人根本都還在 加害者也都還在 那我們這叫什麼轉型正義 我不是上次就問過 這個李正浩 我說你們要轉型正義 那你告訴我們一下 你們把那個資料拿出來 成文成誰推下去的 對不對 民宅學院是怎麼弄的 對不對 這總共要講一下吧 這個不是老彈展 這個大家簽名 然後大家都是想知道 拉法葉站怎麼回事嘛 傳說說如果拉法葉站 動搖國門把它辦完以後 會有兩百多顆星星不見 我們很想知道啊 對不對 那聽說這個某些家族 無意不予嘛 拿了幾百億嘛 我們也很想知道啊 那你們為什麼都不公佈 是不是因為你們公佈以後 你們做好正義轉型以後 你們就沒東西吃 所以你們真正轉型的意義是 借轉型之民你們行奪權之使 是不是這樣啊 所以我話說回來 民進黨最重要的 應該是在打蛇打七寸 讓這些錢沒有辦法借私還魂 這是非常重要的 誰都沒辦法用這個錢借私還魂 第一點 第二點 他的徹底的這種細微組織 把各個地方放棄滾的這些 所有的要害全部解開來 台灣才真的除媚化 上帝的榮光才可以照耀台灣 目前為止 上帝的榮光根本就只能到 七十三選區的部分選票而已 這不叫上帝的正義實現的土壤 我們到處都是魔鬼 聽起來真的很絕望啊 錄不下去了這一集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轉型正義是一個 是一個世代的目標 但是在很多的國家 其實轉型正義都不成功 東歐很多國家是如此 即使是蘇聯的解體之後 你看現在的俄羅斯的領導人 是做了兩任回來 再做總理 再做總統對不對 然後貧富選數非常大 那你更別講 或許就是東西德 那是因為它的民族性不同 那所以才形成了所謂東德共產黨 可以經過半個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 才在選票上被認同 那我想這個崇敬告訴大家的是說 其實政府裡面被黨國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那就是說政府 所以才會有柯文哲 他的廉政委員會最後是怎樣的下場 才有柯文哲 他的市政的推動上面的非常多的問題 那這已經不是靠說把政治文化轉過來 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更何況中央政府核其這個龐大 那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大概不能夠把它當成只是一個手術 轉型正義不手術 它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其實他提醒的很好 就是在這個四年當中 如果說前半部分的兩年 蔡英文的執政團隊對執政的政績 或說對這個個別的政府的表現 甚至於立委的表現上面 他沒有辦法維持一定的 往上爬的這個坡度的情況之下 2020年的總統選舉 或說2020年的立法委員選舉 不是不能夠憂慮的 雖然現在國民黨的人並不優秀 可是就是 但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擔心民進黨人 尤其是民進黨的 新科的這些新貴門 過於樂觀 就是過於對這個執政樂觀 尤其是當蔡英文當選之後 大家覺得 這國民黨20年一個世紀 半個世紀都翻不了聲 現在看這個情況不是如此 現在看這個反撲的能量 對 看兩岸關係的發展 看民進黨的表現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謹慎樂觀 我覺得有一個釜底抽薪之計 就是王世堅就去當監察院長 然後法務部長就是歐崇敬 調查局長就是吳國棟 NCC主委就是周玉寇 然後副聯會的會長就是王世綺 好不好 那救國團就交給了這個 這個中聯話 我覺得這是滿好的人事 我連隔魁都婉拒了 我連副總統都婉拒了 說得了 民進黨怎麼辦 我們這個是 當然是欺人憂天 不過剛剛歐崇敬講的話 王世堅能夠帶回給民進黨聽 必須要分門別類 必須要有專業 而且了解內部的人 來給你們講一些 不然你們有時候方向 以為打這個全民在看 一時熱鬧媒體這樣集中 結果最後就像泡沫一樣 沒有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過去是有一些追查基礎 然後也有專人在負責 譬如說許志雄 那許志雄他的法學素養等等 其實都很夠 所以他也歷經了過去那幾年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的基礎 然後現在要立一個特別法 然後呢 我認為是根據過去那些基礎 再進行更多一點的深化 就譬如說 因為有一個特別法 所以他未來在查的時候 在調查的時候 他會減少行政機關的阻力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可能第一次 就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 整個行政體系裡面的那個 過去的保守的官僚的 還有被黨被國民黨所所叫化之下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轉變 可是因為現在是已經 政黨輪替過了好幾次了 所以再加上又立一個特別法 他的確在調查的時候 很可能會減少行政機關的抵抗 譬如說柯P成立聯政委員會 當時在查美和事案 不是有監察委員嗎 那監察委員他在查美和事的時候 他會說那行政機關根本就不配合 我要調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都不調給我 為什麼 是因為監察院他其實沒有 他頂多就是糾舉一下 彈劾一下這個糾正一下 他沒有實質對於那個公務員 到底有有怎樣子的大的那個能力 可是你立一個特別法 說不定在特別法裡面可以規定 如果我們要調行政機關的什麼資料 過去哪一年哪一年 你們是不是補助了哪一個團體 國民黨的外圍團體的多少錢的 那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抗拒的話 我可能會有一些法則 他會他會促使公務機關 對他會促使公務機關 用一個中立的態度在面對政府 當然就是因為國會過半嘛 所以這個民黨在這個節骨眼上的立法 是人民授予他的一些基本的權限 所以我認為其實事先前一段講得很好 就是你就是用多數表決的方式 達到一個非常有效率的一個特別法 不要再跟國民黨去玩那種Tango的這個和諧遊戲 這個實在不太需要 暴力暴力再暴力就對了 立法要快就是良性暴力 立法要快立法可以必要時候可以用多數決 因為我連判國民黨最後還會搞視線 但是沒關係 因為三讀通過之後 在視線結果出來前 這個法律仍然是有效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基本的法學的精神 立法可以快 但是處理的過程 我剛剛就特別強調說 處理過程不用急躁 你一定要優先處理有共識的部分 而沒有共識的部分慢慢來處理 其實民進黨這次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因為過去曾經失敗過一次 過去曾經失敗過一次 過去失敗經驗是什麼呢 討黨產因為沒有法律的基礎 所以你根本討不到 因為你用現行法律來講 國民黨幾乎每個黨產全部合法 然後呢過去最失敗的 大概就是去拆大宗治政那個排龍 我覺得我認為那個是一個失敗的經驗 那件事該不該做 那件事該做 可是當你把大宗治政拆掉之後 放上自由廣場四個字 其實他形成一個更諷刺的畫面 裡面坐著蔣介石外面是叫自由廣場 你這是精神錯亂嗎 所以我認為那個是一個失敗 轉型正義失敗的案例 而他造成了很多的衝突 那類似這樣的事情 同樣錯誤不要再犯 然後呢慢慢來就如同我剛剛特別強調 一步一步把真相 透過各種管道把它說出來 其實臺灣知道這些歷史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學者長期的研究 甚至有很多人 我也不太認為說 比如說假設我們今天主要討論婦聯會 在婦聯會裡面 所有人每個都中黨愛國 我真的不太相信 總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吧 其實透過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原本在這些單位服務的人 把他的良知給呼喚出來 郭老師有嗎 然後也許他就可以透露出一些真相 所以其實我倒沒有那麼悲觀 慢慢來不用急躁 也許不用急著說 在四年內第一任我一定要達成什麼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讓你支持轉型正義 支持你的選民知道說你有在做 那財產都脫手怎麼辦 其實因為在他的 以黨產的部分來講 其實黨產條例裡面 民進黨版其實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已經在他的法律裡面 已經把三億第三人 這個不當取得嘛 對已經已經堵住了 已經把三億第三人這條路堵住 如果照民進黨版的黨產條例通過的話 我想頭最痛的是長榮集團 因為他買的原來的中央黨部的大樓 現在張榮發基金會 對那個可能就就得要變成政府的 OK 所以這個在國發院 國發院應該也是 國發院處理會相對更複雜 因為地保怎麼辦 而且原力已經蓋完房子 而且賣掉了 對他已經賣掉了 你今天假設說彭P你去買了原力建設 蓋在國發院上房子 然後突然通過一個法律說 你的房子要充公 你大概會跟他拚命 對不對 這個這個部分就比較比較複雜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簡單 是說你要看當初買賣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思想售售有沒有特權 如果有的話當然充公啊 還有什麼好講 這個這個部分處理會相對複雜 會相對複雜一點 不過也有人提一個概念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就 既然講國發院就用國發院做例子 原力蓋了房子 然後我今天去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發現說這個是侵占所來的 這個已經確定了 大家也都同意了之後 那這個房子怎麼辦呢 就叫國民黨從他的財產裡面 拿去補貼補貼這些已經買房子的住戶 補貼這些買房子的住戶 然後看你是要用什麼樣的房子去補貼他們 因為我覺得像以國發院這樣的案例來講 這些跟原力建設買房子的人 真的是善意第三人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不知道 這以前是黨產 但是你說原力要主張善意第三人 我是無法接受 原力就是因為這知道這是黨產才買嘛 因為機關用地 廣告他自己登廣告 因為機關用地便宜嘛 大家還記得那段歷史嘛 他買的時候是機關用地 當時我們都很奇怪說 原力建設是頭殼壞掉 機關用地不能蓋房子 你買一個機關用地幹什麼 原來馬英九答應他說 要把它變更成住商混合地 所以原力不能主張 他是佔第三人 但是跟原力買房子的人 也許他有這個機會主張 國民黨的黨魂就是他們的黨產 那民進黨的黨魂就是打死不退 所以如果有那些謠魔鬼怪 其實放馬過來 我們也不怕他怎麼樣來汙名化我們民進黨 那麼我們總是要有個開始 要一步一步地做 其實歐教授講得對 確實是這麼黑暗 而且過去那些不當黨產的背後 這已經有很大的共生結構 可是總要有個開始 要一步一步來做 那要分緩急輕重 所以最急的這一步就是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有很多公司 一頓多年 也許這麼多年 要再來探訪便 各種生命 也許有飯 這個很新的質疑 就是人生為我們